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是一对零废弃夫妻 什么叫做零废弃夫妻呢 等一下就来访问尚杰还有汉选 欢迎两位 哈喽主持人 哈喽听众朋友 我是尚杰 我是汉选 大家好 尚杰跟汉选 你们的名字也很特别耶 尚杰要清洁 汉选 好 那你们两位结婚多久了 大概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左右 所以你们举行了一场没有垃圾的婚礼 没错 OK 好 那先请尚杰来讲一下好了 什么时候开始实行零废弃生活 怎么样接触的 这可能要先稍微又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身是中西双修出毕业的 那我现在目前是在台中的一个职业的中医师 那应该回到我大气的时候 那时候在医院担任实习医师的那一年 那一年就是一个很忙碌的实习医师生活 我最care的事情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吃饭 什么时候可以睡觉 对 所以就是可以满足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事情 是我最在意的 但是一直到我看到了一个Ted的演讲 了解到了当时一个叫做贝亚强森这个美国妈妈 她在美国加州和她们家一家四口 已经执行了零废弃生活 就是以尽可能不产生垃圾为目标的生活 已经将近十年了 我在那时候读到这个故事 就整个觉得被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我就进一步想要去探寻 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自高奋勇 想要翻译她后来出的这本书 所以我就自己主动推荐给台湾的出版社 然后也很幸运找到原流出版社 愿意翻译这本书 然后我就开始在我同时实习的过程中 翻译这本关于零废弃 怎么样达成零废弃的这本书 然后编翻译的时候 就更加深了你对于零废弃 生活是可以执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没错 因为身为一个译者 如果没有试过书里面的方法 未免也太逊了吧 所以当时是因为凭借着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就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实行 零废弃生活 如果要上节来稍微解释一下的话 怎么样可以称作零废弃生活 其实它的一个简单的定义 就是说尽可能避免东西进到掩埋场 垃圾掩埋场 所以就是在任何的产品 或是任何的物质被制造出来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重复使用它 想办法拒绝不需要会产生的东西 想办法减少你可能需要的东西 然后做好 回收其实很多人很在意 可是其实回收只是在 这整个垃圾的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小段 重点是在源头要减少它的制造 就是这一切的这几个步骤 其实都是避免它可以进到垃圾掩埋场 所以零废弃生活就是 尽可能减少你的生活垃圾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但不可能到零 完全的零嘛 不太可能 很多人都会有误解 说零废弃其实也听起来太困难 太强为人 对啊 强而所难了吧 怎么活下去啊 但是其实零是一个目标 就连那么强的一个零废弃 叫母贝亚强森 他都强调零只是一个目标 重点是你在减少垃圾的过程中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自己 对 找到更好的自己 就像现在我们说去饮料店啦 或是去外带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要 如果自己有环保的吸管 其实它可以重复使用 或者是你买了这一家店的饮料 然后你用吸管 你就重复使用 这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重复 你不要一直一次性的丢弃 一次性的丢弃 那从这个开始 然后一直落实到生活当中 好 那刚才上杰来告诉我们说 你对于零废弃生活 这样概念的接触之后 你就开始觉得可以做 那汉雪你是被强迫的 一开始那时候也是工作 那时候你们两个是情侣嘛 对 那时候还没有结果 然后他怎么告诉你说 他想要开始这样的生活 因为我在看他 也是在翻译书的过程中 慢慢学习 那一开始我是比较被动啊 他希望我怎么做 我就跟着怎么做 那他一开始希望你做些什么 一开始他就想说 你看到我这么努力 你怎么没有感觉呢 所以我一开始比较被动 为了生活下去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 为了在上杰旁边能够活下去 那他会要求你最基本的有哪一些呢 其实一开始是他想说 他为自己准备的那这一套 也为我准备一套 例如像环保的环保块啊 或者是环保杯啊 环保这个东西 那都帮我准备好 你愿意不愿意带出门呢 那当然要啊 一定要带出去 只是用不用就看你啊 既然都带出门那就用吧 对那一开始是比较被动 那只是我也在体验这个 这个这种生活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对自己的好处也不少 那我对很多东西 例如说物欲慢慢会降低啊 我可以把时间花在上姐身上 或者花在其他家人身上 我们腾出更多空险的时间 我发现这个好处对我而言也很重要 所以慢慢走入这样的生活 OK好所以开始落实之后 你们觉得没有原本想象中的 尤其是汉选没有觉得想象中的困难嘛 好那要进入婚姻 所以你们举办了一场没有垃圾 等于是零废弃的一场婚礼啦 那这个婚礼 你们刚开始是怎么样去两个人讨论说 不然就来这一场吧 其实我们一开始一直在抉择说 到底要不要办婚礼 因为其实真正最环保的方式应该是 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不要办婚礼 这是最环保的方式 天哪 但是人还是要生活还是要过嘛 还是有一些期待 也是有一些对生活的想象 我还是有一个想望说 想要看我爸牵着我走向红毯的另一端 所以其实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还是要办婚礼 只是我们要办一场符合我们自己价值观的婚礼 如果我们平常已经习惯说 我都可以避免到这张卫生纸 我可以用手帕重复使用 那为什么我到婚礼的时候就不这么做 而是肆无忌惮的狂用卫生纸呢 所以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不是冲突的 应该是可以符合价值观的方式来办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开了这个头 所以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想说 既然要办一场婚礼 那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的第一个 上杰第一个问我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我身为新娘 我却不能坐在那个地方吃到饱 因为过去的经验都看到新娘就进进出出 那我很想要吃桌上那些 我精心准备的菜肴就没有办法吃到 那我就回答了好啊 那我们就这么做吧 所以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其实是放在 一场让新娘可以吃到饱 然后又尽量不吃到垃圾的婚礼 因为太长了这个还蛮人性化的 就是让新娘可以吃到饱 然后又减少垃圾的一场婚礼 那你们要怎么进行 你们邀请来的这个亲朋好友 也要大概知道你们的理念吧 所以其实为了要让我可以吃到饱呢 时间掌控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时间从哪里来 我们就先从删除我们觉得比较 我们两个觉得没有那么必要的环节开始 来赚取额外的时间 吃饭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努力 在办这场没有垃圾的婚礼 第一个是节省 省去不必要的婚礼习俗或者是流程 所以我们删掉了传统的定节仪式 所以我们不是早上五点起床 我们是早上十点才起床那一天 然后我们也不是到了晚上九十点才收工回家 我们八点就结束 然后九点就回家窥咖看电视 所以其实整场的节奏其实是很放松的 我们的流程只有三个 第一个正婚仪式 第二个吃饭 然后第三个草地上随便跳个漫步 你们是中午是不是 我们是下午到晚上 所以其实就只有三个环节 没有新郎闯关 没有传统的那些什么奉茶 或者是拜别等等的 所以非常的放松的tempo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一次做一件事情 所以新娘子衣服也不用换好几套对不对 没错 我衣服只换 我只有 穿一套 我就租一套而已 新郎也是一套 新郎不是租的 对 我是在几年前那时候有做过一套 但是在婚礼前的时候 当然发现有一些变化 那时候我就 我就花了250元去把裤子改宽一点 就这样子 就这样就称那一套 对 那你们有请新娘秘书吗 有 有请新娘秘书 然后但是我跟新娘秘书的 我跟很多婚礼团队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都会先问他们一个问题说 你们平常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 化妆也好布置也好 你们会产生哪些垃圾 新秘姐姐其实很直接告诉我就是 我为了要保持妆感的干净成澈 所以我一定要洗那个 一定要洗手 然后一定要擦湿纸巾 一定要让手保持干净 那我就跟她说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不这么做 那我就帮你准备我的手帕 还有酒精 反正我只有一套妆 只有一套法而已 所以你怎么用我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可以用我的手帕就好了 她就说那没有问题啊 所以她直到最后用了 她说她平常大概用一用 可能会有五六张卫生纸 五六张湿纸巾 然后很多支棉花棒等等的垃圾 当天就只有一张卫生纸 一支棉花棒 是这样的减少的饭 所以她是可以做得到的 她可以做到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贴心的是 他们一切都是顾客至上 所以今天顾客要求 要多么华丽的妆容 她一定做得到 那相对的 对于我这种很奇怪的要求 就是说拜托不要产生垃圾的要求 她也是使命必达的 那来的宾客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那其实我们很致力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 虽然我们很希望垃圾减量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 例如说动线 还有时间上的安排 就尽量让宾客不要察觉到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除了我们的标题有放出来以外 那唯一我们有麻烦到宾客 就是我们请他们自备容器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你说碗筷之类的吗 不是碗筷这个我们准备 自备自己家里的打包容器 对那也因为所有人都有 自己都有带 那这一点大家都很配合 所以你去做打包 你装你自己喜欢的食物 变得不是那么显眼 不是那么奇怪 然后大家也可以装得很自在 很开心这样子 这件事情是唯一我们请宾客做的 那其他我们前置作业都尽量 尽量做到让宾客不会觉得说 我来参加婚礼 要注意东注意西 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努力 例如说像我们把会用到手 去吃的食物给拿掉 这样他们就会减少 他们需要做清洁的动作 哦 了解 尽量都是用筷子 用一些餐具 然后让宾客在食用的时候 它是可以就是用最少的垃圾的状况之下 来享受一顿美食 然后他们也可以吃得饱 你们不会一直敬酒就对了 哦 我们没有敬酒 我们就两个人做主桌而已 我们两个人 所以你们要敬酒 是他们过来我们前面主桌 跟我们说 因为新娘要一直吃就对了 没办法站起来敬酒 他们直接拖椅子到我们的旁边 跟我们聊天 好酷 你们在哪个场地办啊 什么样的场地 我们在新社山上的一个庄园 但是就是一个私人小小的庄园 我们人才不到八十人 所以人数也不能太多 然后小而温馨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于这个减少垃圾这样子的概念 是可以很舒服的状况下 不是被强迫的 不是被强迫的 那有人不这么做吗 其实我们的卫生纸 像卫生纸 我们还是有提供卫生纸 但是我们主要放在餐桌上的是 我们自己用肾部做的小手帕 那这个小手帕我们会在台前拿着麦克风当主持人 我们两个就是主持人 然后来跟大家示范怎么使用 你要擦眼泪啊 擦鼻涕啊 然后擦嘴巴 你都用那一张小手帕 我们有准备多的 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带回去 他们也可以带回去 如果不想要带回去就回收我们 现在就能在我们家的餐桌上 当我们平常擦嘴巴的手帕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塑胶类或者是纸张类 尤其是擦手指面纸 其实真的量还蛮大的 上厕所也是用的还蛮大的 但是你们一般的生活习惯当中 可以怎么样落实零废气 减少垃圾 其实我们等一下也来听听看 然后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也来想想看 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不做的来 然后maybe试试看 maybe你就觉得好像好像还行 那其实对这个环境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祝福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访问上节还有汉选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林菲琪夫妻 上节还有汉选 一场没有垃圾的婚礼 这个是他们曾经在婚礼上面 让来的宾客都享受到 什么叫做零废气的精神跟概念 那maybe这80名宾客 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以带到他的生活当中 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 但是你们不会去follow他们吧 不会 不会去考核他们 真的是他们个人的选择 所以我们只是想要让大家 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并没有想要强迫大家 那你们的家长呢 你们的家长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我妈妈一开始我跟她说 妈我只有要租一套婚纱的时候 她第一个想法是说 啊这样女儿会不会很可怜 她会觉得别人朋友啊什么 大家都有三套 然后又有妆发什么的 我其实那时候跟她表明了 因为她也知道我翻译了这本书 所以她已经知道我们开始在实行零飞气生活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跟她说 妈我觉得我的重点是我想在那边吃到饱 然后坐在那边吃到饱 跟我朋友聊到饱 然后我可以跟你们玩到饱 开心到饱 所以这才是我真正想要把我的时间花在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人在跟新密姐姐在那个新娘房这样来回往返换三套服装 所以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是我对这场婚礼 我们两个的共识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这对新郎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对新郎来说真的觉得好累人哦 这一场婚礼 然后从事前的拍婚纱照啦 然后那个可能上姐没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上姐很瘦 可是一般女孩子要拍婚纱之前都要减肥啊 就要减重 然后就是拍婚纱照也花了好多的力气 所以你们有拍婚纱照吗 其实有 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开始接触零飞 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说我那时候还是很想望说要拍很漂亮 美美的婚纱照 所以亲近会改变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开始接触了 所以我们跟婚纱不是都包套 他会印了相本又会给你一堆精美的礼物吗 然后还有印了相框等等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跟那个负责人就是那个公司说 我们相本他们一定要印 因为你已经付钱了他一定要印 我们原本是想跟他说相本都不要了 他就觉得太傻眼了这个就不是最贵的东西吗 相本不要你们就是放在 电脑上吗 后来是拿了那一本相本 然后我们跟他说那个USB他们会有电子档 他外面还有一个很精美的壳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只要里面的USB然后壳还你这样可以吗 然后他就说就是他们就是露出非常不可置信的脸 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但是后来就是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就把它拿回去了 因为他可以重复使用 对他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婚纱拍的时候是刚好你们对于这个所谓的零废弃生活的启蒙的时候 OK好所以那时候婚纱也拍了 但是现在你们实行零废弃生活大概多久了两年 大概快要三年了 快要三年了 所以看很多事情的心境跟三年前是不一样的吗 真的很不一样 例如汉玄有什么不一样吗 例如就是过去我们工作场所可能在在公司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是跟大家一起生活 然后就是大家订便当就跟着订然后大家订饮料就跟着订 那所以那时候对自己吃东西对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挑选性 那从开始实行零废弃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东西有很多选择 例如说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用自己的环保杯去买 那同样我也可以选择这个食物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就开始更注意到每一个环节是不是我真正需要的 然后我们生活上从中做改变 那从这个过程也去挑选我想把时间花在什么东西上面 那所以我就现在我们的空闲时间其实是变多的 因为我们省了很多丢垃圾的时间 省了很多去逛卖场的时间 这个对我而言是最大的改变 所以整个人也会变得很简单是不是 但是其实说简单是生活简单 但是其实心灵是更富足的算是更富足的 OK那你们会去分享给就是比较亲近的亲朋好友 然后也希望他们加入吗 当然这是一开始的最最理想化的想法 但是通常最难改变的都是最靠近你的那一群人 除了当然汉选是我先生之外 他是直接跟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 但是当然我们的家人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等等的 但是一开始其实他们都很会跟别人说 你看我们家的小朋友办了一场没有垃圾的婚礼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原本的生活还是继续过啦 但是久了我们也看到他们一些改变 婆婆开始会跟我们说 以前他会叫我们去跟他拿蔬菜啊 拿他买的东西或他煮的菜 然后直接用塑料袋装给我们 但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带着自己的碗 坚持说我们要放这里面 他一开始有说你们这样太走火入魔了 但是后来其实我们跟他讲说不会啦 我们这样也就是重复装而已 其实真的还好我们一点都不麻烦 所以久了以后他们打电话给我们 就跟我们说下次记得带你的锅子来装什么什么 对就是渐渐的他们就接受了 那如果啊就是说你们没有时间家里自己煮 也很忙碌 就是会带一些外带的东西 所以你们随身都会带一些环保器皿吗 我觉得环保器皿就要看你定义是什么了 其实一张手帕也算是环保器皿哦 你如果只是要买个鸡蛋糕 你把它丢上去 它就是一个工具 那如果是汤汤水水的呢 如果是汤汤水水的我们就会内用 哦就不会带出来 但是我们会看一下店家 先观察一下那个四周的人的碗块是什么样的形式 如果那一家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的 那我们就直接内用 那如果真的是没有选择的话 我们就会选择可以直接拿在手上使用的东西 或者换另外一家 对其实很简单 或者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计划好 我们知道家里附近有哪些店 那我们现在想吃什么东西 如果它是外带一定是一次性的话 那我们就带东西出门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带出去 明白那你们现在观察 就是这些餐厅里头用这一种环保这种不锈钢的筷子啊 多吗 其实越来越多 我也觉得越来越多 就是一个好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是因为它可以重复的使用嘛 它就不会一次性造成垃圾一次一次这么大 那我看到一些照片就是你们在婚礼当天 像你的法饰啊 它是 干燥花哦 一些是以前的干燥花 就是家里可能布置的干燥花 我就抽了两三朵起来 然后另外婆婆家的那个 前面的蕨类就摘了一只起来 有一些是我们早上 要婚礼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偷捡我妈的盆栽 哦真的啊 所以是汉雪你把你们的那个婚礼 放到社群上面吗 就我们写那可能是人家分享到社群里面去 所以没想到引发了这么这么多的 分享跟讨论是不是 嗯没有想到会大家对这个这么有兴趣 所以就是有不少要结婚的朋友 有跟你说他没想效法吗 还蛮多人有跟我们反应说 很想要像我们这个样子 觉得说哦这样很理想耶 嗯就是不这么的形式化 因为有的时候 你一场婚礼好像是要做给别人看的 蛮像的 就是感觉就是要让家人觉得说 哇好像女儿嫁得很好 所以我要换很多套衣服 然后穿得很漂亮 或者是说宾客所使用的这一些什么美食啊 料理等等好像很澎湃 但事实上如果回归到本质的话就是 两个人的生活应该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没错 所以你们两个讨论过 那上前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万一你开始做这个零废弃的生活 然后这样的概念你很想去尝试 但是汉雪一直不肯的话 你会选择不要跟他在一起吗 这样也来不及 所以你会就是 慢慢的 其实我这个问题还蛮长 之前去不同地方分享 像是祖父联盟的时候 祖父妈妈都会问我说 我家那个就是室友 连那个什么要把白米换成五穀米这种都很难了 怎么会 要那种随意的废弃 零废弃生活 所以我的我的建议反而是就是 你要同时有利用就是 应该说要用好处来吸引他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就是当太太本身 就是如果我们女生常常被说什么 我们就是喜欢消费啊什么的 这些刻板印象 但是其实当我们把重点放在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我们把消费的时间减少了时候 那我们会有更多时间花在自己家人 还有家庭身上 或者是丈夫身上 当丈夫感受到 你因为在做环保 但是环保并没有吃掉你的时间 反而是因为让你腾出时间花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他应该会跟你针在同一阵线上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利的 嗯 就是 告诉他说这件事情不是我这么执着很无意的在做 而是你会一起共好 然后对你也是很好 当垃圾减少的时候 你会多很多时间 因为你不用再去处理垃圾去倒垃圾 然后甚至还要花费去清理垃圾的那些资源的时候 你这些多出来的时间和金钱 是可以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 就是你先生可能需要你的那一段时间 跟陪伴 就是这个应该是可以互相达到一个不错的共识 那如果在自己的工作场域当中呢 你要做所谓的这种 零废弃的生活 有好落实吗 嗯 以我们的工作类型来说是相对比较困难 因为在医疗厂里面很多一次性的东西 对 但是这又有关乎卫生的这个问题 安全的 对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还是从我们自己自身做起 那例如说我们饮食啊 或是我们使用 例如说像插手指的习惯啊 这些东西慢慢去落实 但是针对于别人的方面 这个就比较困难 就比较困难 但是举我的例子啊 因为我是在中医诊所上班 那中医诊所就是中药就是粉末状的嘛 所以就会省掉了那个纸包 还有那个外面的纸药袋 所以其实这样相对起来 就已经省下很多的包装了 嗯嗯嗯嗯 然后久了以后 我们我们等于诊所里面的小姐啊 工作人员看到我这样做 他们也开始带着自己的罐子来 因为其实对工作人员来说是省时间的 他配好药倒进去就好了 他不用在那边包药 也不用再包药 其实省很多时间 也省那个废材的消耗量 是 就是像上节翻译的这个这本书哦 我家没垃圾 这个这个一个家做妈妈的零废气生活革命 这本书 他们一家四口一年的垃圾量 在书腰上面就一个罐子 一小罐 就这么一小罐耶 嗯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 嗯 应该是说他已经是非常 也不说极端 但是他是走在非常非常前面的零废气 教母 所以他可以做到这样子 但是重点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成这样 嗯嗯嗯 重点是你每一个人如果都可以做一点点的改变 嗯 那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而且零废气生活真的不是强调说你要把事情做到完美 对 不可以有垃圾 而是要在你舒服的程度下 去愿意做的改变 那才是最重要的 哦 是好 所以少年你觉得一般生活当中 一般的朋友 最容易制造垃圾的习惯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一次性的用品 然后还有一次性的免费的赠品 就是你走在路上 随时会有人不断递免费的东西给你 但是很常你就是无意识的就把它接过来了 可是久了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久了就累积在你家最后会变成的垃圾 嗯 所以那些宣传单等等的免费的卫生纸等等 其实或者是免费化妆品试用包 这些其实你最后不见得会用的到 哦 不见得用的到了就不要去拿它 因为你其实没有需要啊 哦 哇 你们两个年轻人 这么年轻就已经知道了想要跟需要的差别 因为这句话就是前几天我老公告诉我的 哈哈 想要的很多需要的不多 我这年过40之后还在学习这件事情 但你们这么年轻已经开始 呃在这个零费系生活的这样子的这个实践当中 而且很丰足 工作忙碌但是心里丰足 而且生活简单 那这个是很棒的 我们都值得一起来学习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零费器夫妻上姐还有汉选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啊 这一对夫妻实在太棒了 他们都是这个医师 哈哈 上姐是中医师 然后汉选是这个嘉义科医师 好一对医师夫妻要实施零废弃生活革命 好的 的确中间没有挣扎吗 有耶 嗯 对啊一定都是要挣扎 就是觉得这样好累哦 好麻烦哦 我的最经典的一个挣扎画面 就是我坐在马桶上 然后我要把我的月亮杯 从底下拔出来的过程中实在是太痛苦拔不出来 崩溃在马桶上大哭 真的啊 然后她冲进来还以为我在便秘 你那时候大哭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太痛了 因为我早上要赶出去上班 然后我要赶快把它拿出来清洗 就是月亮杯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节目有讲到 月亮杯就是女生月室来的时候放进去的一个 放进阴到口 阴到子宫颈直接接筋血的一个小容器 它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你就完全真的不需要 不需要用到卫生棉这些的 对对对对对 可是它是一天换一次啊 它其实大概八到十二个小时要更换 根据你的量啦 哦 但是 但是那一天因为要赶上班 所以其实很紧张 当你肌肉很紧张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很难拿出来的 哦 所以一边很紧张 一边要拿出来就很崩溃 然后对所以就 就大哭了 就大哭了 那老公就吓一跳是不是 那我就冲进去发生什么事 结果发生这件事 我就说啊你对自己好一点嘛 可是今天就用一次性的 也没有关系啊 我没有逼你一定要这么做 对那你 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中间有几度很崩溃的时候 我就是 就改成一次性的卫生棉 因为它没办法 就是你百分百 我百分之两百 因为生活就是 如果你要持续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给自己点弹性啊 没错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不要把自己真的逼到太近 逼到墙角 要在自己舒服的程度下 做这些改变 是是是 好所以你们自己做了这样子的 零费期生活 三年的时间 你们有发现说 家里的垃圾量 大概最明显的减少在哪里 最明显的减少应该是 食物上的容器 因为像我 我们都是咖啡的中毒消费者 对 所以那有了 用那个环保杯的习惯之后 我现在开始每天早上一杯咖啡 都用不到 那这样累积一个月三十杯 一年三百六十五杯 你把它堆起来有多高 那全部都不见了 更不用说其他的像饮料啊 等等的也全部都可以用一个杯子来解决 这个光这一项的垃圾量就差很多了 嗯嗯嗯 饮料杯 然后食物的容器 那你们上厕所那卫生纸就几乎不太用了 我们在家里是不用卫生纸上厕所的 就是主要只是女生用的卫生纸量 但是我们自己安装的那种马桶冲洗器 冲洗器 顾名思义冲什么都可以 所以其实我们上完厕所就是冲一冲 如果是用布用毛巾 毛巾很多啊 家中到处都是毛巾 所以就是毛巾就拿来专门擦屁股的 那如果在外头怎么办 其实在外头就没有办法了 而且现在的公厕提供卫生纸的比例真的很高 而且很多也是可以直接冲马桶的 对对对对冲马桶那就是直接可以 就等于直接分解的 分解的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好奇说你们这么零费气 那你出去用什么擦屁股啊 那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绝对 就是你绝对可以是 你可以选择让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 当然也有人选择戴什么冲洗器 可能一个小罐装的冲洗器 出去冲屁股 但对我来说 嗯其实我上厕所也不会那么长在外面上厕所 那我就到哪里 我就用适合的方式生活 是是是 好那像汉雪你自己有什么 自己非常感受的就是 你发现垃圾量的减少对生活的帮助是什么 对生活帮助 最主要还是时间啦 我们现在几乎不用出门去倒垃圾 不用出门去倒厨鱼 那我们回家 所以你们完全没厨鱼喔 我们厨鱼是在家里面自己做厨鱼的堆肥这样 然后堆出来会有一些肥料像溢肥等等 我又可以用在我自己家里面的植物上面 那要怎么做 其实坊间有不少那个资源 它很多人在市面上在卖 就是不管是厨鱼鸡或者是厨鱼桶这样子 那就是你做前段比较重要就是你可能要分生厨鱼收厨鱼 然后去做分类 那生厨鱼就是像一些果皮啊 这些生的东西或者是没有经过烹煮过 没有碰到油的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很容易就是变成肥料 那你只要堆在里面加一些适当的菌种之后 它很快大概一两个月左右就会变成肥料 那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家里面的那个盆栽根本用不完 真的喔 所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走下了 是发的好不错耶 其实就是让你自己的家里变成一个循环 变成一个循环 就可以不断的帮你吃那些厨鱼的 喔 这可以学起来耶 因为台湾的厨鱼量非常的大 如果自家可以自己消耗自己的厨鱼的话 其实这是可以减少很大很大的社会资源 所以如果社区也可以这样做的话 可以 社区非常适合 因为社区的厨鱼非常大量 其实社区只要有一个小块的地 它就可以做厨鱼堆肥 所以你们只要社区共同有一个大桶子或者是落叶堆肥 你只要收集你们路上的落叶 一层落叶一层生厨鱼一层落叶 这样就可以做对肥了 就是一层落叶一层生厨鱼再一层落叶 基本上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 喔 这很可以实行的感觉耶 就是因为我发现社区的厨鱼量 我们都在说不是垃圾分类吗 其实就是每天真的也不少 那台湾的包装真的太多了 好 所以你们开始发现说厨鱼也是可以用 拿来做堆肥的 所以你们也不用去倒垃圾 倒垃圾久久倒一次 大概三个月倒一次吧 主要是回收物啦 主要是回收 因为我们还是会收到一些垃圾邮件 那如果说你们要买东西 因为你们两个医生都这么忙 那因为像我也是很忙 所以我常常就是突然想到什么 我没有时间去逛 我就赶快在网路上买 他就寄过来啊 那你们会这样买东西吗 其实就是看我们需要什么 就是又回到需要跟想要的问题上面 如果是真的是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突然想不到 有的时候一些家具 或是必须要用到的东西还是会有 那我们讨论过 第一个我们会选有没有替代的 例如说可能到我妈家里面去看 有没有她没在用的 先供奉自己家 但其实通常妈妈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那这一关通常就是挡掉我们大部分想要买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去找有没有二手的 如果我妈妈真的 或者家里面老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去看二手店 有没有看起来我们可以接受品相不错 那我也可以替这个世界上消灭一个二手用品 那何乐不为这样 那如果真的没有 我们还是会上网购买 那购买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她说 尽量能不能减少包装 尽量能不能减少包装 他们下面通常都有一个附助缆 那你有的时候有用 有的时候没用 有的时候没用 因为她是制式嘛 有SOP 但是大概一半以上都会有一点帮助 所以上姐也不太买东西就对了 还是会买 但是像是衣服女生 我自己也很喜欢看衣服 但是从大学以来 我其实喜欢上的一个文化叫做古卓文化 其实就是二手衣文化 但是二手衣跟古卓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古卓是比较强调是它是剪裁好的 而且其实是上个年代 上个世代所制造出来的衣服 其实他们被重新整理再出来贩卖 所以其实他们的质料跟设计 都是蛮好看的 所以其实这些店 其实都隐身在我们大城市 各个小小的巷弄当中 所以当然同时你去挖宝的同时 你也可以等于像是买二手的用品 让闲置的资源再次利用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要买衣服 我就先去找古卓店 古卓店 在你们是住台中吗 台中古卓店也多 台北更多 台北也很多是不是 对 就要搜寻古卓 但是其实不一定是要古卓 你其实像这种蝦皮啊 网购啊 其实你只要上面勾选二手 你任何的东西基本上 都很有可能找到二手的商品 而且那个人可能根本就是没有 他可能就很愿意跟你溢价 五六百块 你可能就买到三四千块的东西 说不定都是都有可能的 了解 那汉雪衣服怎么买 老婆买 还是又回去挖宝 那我们会一起决定 但是其实现在 衣服也要一起决定 不是一起决定 一起决定 什么时间我们一起去买个衣服 哦 了解 或者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突然想要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就讨论 你觉得我需要吗 那我们就另外一边就给他一件 小理性的一对夫妻哦 其实没有啊 以前也曾经过很荒唐的时间过 我觉得你们讲的荒唐就是我啊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觉得天啊 阿汉雪你娶 你娶到上年真的是不得了 现在很多听众朋友 坏坏的部分大家看不到 不是 现在很多听众朋友 很多搞不好老公一天都想说 找一找我去找一个做 那个零废弃生活实践的老婆 像是不会一直买乱买可可杯 现在开始训练也来得及 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访问到这个 林废弃夫妻 两位医师 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减少垃圾 这样子的事情 它其实是可以从很简单的一些习惯 开始改变起 那它其实也不会影响你太多的 什么生活品质啦 或者说你想要的生活 其实它不会影响太多 但是你慢慢做慢慢做 你就发现 你自己可能就是会获得蛮多的 那我们最后要请这个尚姐还有汉选 来跟我们做一个结论 就是你们做到现在 林废弃生活的实践 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 那我看你们两个 这感情也很好啦 林废弃生活的落实 会不会就是让夫妻比较少吵架 因为简单的嘛 你知道你们所有想要的生活都很简单 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就是你内心的欲望啊 不会太多 但是其实呈现出来 虽然是简单的结果 但是其实在过程中 我们经过很多很多不断的选择 因为你一定是要选择 少掉什么东西 或者选择不要什么东西 或者真正选择自己 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在这过程中 其实还蛮挣扎的 但这些是要练习的 你经过不断的练习 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 喜欢什么 什么东西适合自己 真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连串 我们两个一起共同这样互相决定自己 家庭生活的样貌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越来越了解彼此的 共同的需求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达到很多的共识 很大的默契 那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彼此身上 这是灵废气生活 赋予我们最大最大的好处 是我们可以花时间在彼此身上 吵架有没有比别人少 这个没有办法比较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最大一个体认就是 生活最重要还是把宝贵的时间 花在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的体验上面 这件事是我们最大的获得 有一个最后的重点 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灵废气生活 从来不是在强调谁 减少越多垃圾 越厉害这件事情 它的重点是 在你舒服的程度下 所愿意做的改变 因为这些改变 你才有办法长久实行 才有办法真正去慢慢的改变 你收拾到的环境 你的心情 你的心灵 还有你富足的程度 所以不要因为说 现在大家都在强调 环保生活 而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说我一定要什么东西 都要做到最好 才算是最好 但是其实你只要做任何的 一点改变 任何一点的减少 就算只是一个意识到说 其实这张卫生纸可拿可不拿 我好像抹一抹 好像这样就过了 我也不需要真的要用到一张卫生纸 当你有这样的念头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就已经开始在做一点什么了 那练习每一个选择都做一些思考 其实这些意识久了 累积起来会变成很大的能量 所以两位身上都会带来手帕吗 手帕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万用的 真的 又轻然后又多功能 因为我后来发现 其实手帕这件事情消失在 这个生活当中许久时间 因为好像就觉得好像 爸爸内带或阿嬷内带 才会用手帕 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 或是幼稚园被强迫在手帕 但之后就比较少了 但后来发现 手帕的功用真的很大 你就可以减少很多 你使用面纸啊 卫生纸啊 擦手指的这样子的经验 那可以剩下很多的垃圾 非常谢谢上杰还有汉选 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零废气 生活革命的想法 那上杰翻译的这一本 远流出版的我家没垃圾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 然后还有我们两个的网站 叫做没有垃圾的公寓生活 然后有关于我们的零废气实行 在生活中的经验 我们都写在上面 太棒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哦 也祝福你们生活 持续的日日美好 然后也希望你们把这么好的观念 继续散播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锁定秋名玉主持的 POP巧先包